《玉匠》是指把玉抹成各种壮饰品或清洁的才艺或匠人 玉一直用于象征人、意、智、勇、德的壮饰品或兵器上 玉自古以来就受人们的喜爱 被誉为十之美者 丹青是在木质建筑上用各种颜色画出花纹进行装饰的 巨五星以青、红、黄、白、黑为基础 需要用一定规律去绘制图案 名画是指根据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绘制等以生活空间装饰为主的实用画 名画通过画来表达韩国人的思想、信仰和生活相关的素材 成为最亲民的生活乐趣 并长期保存至今 笔匠属于文仿色宝之一 指挚脱毛笔的人或技术 毛笔最重要的是其笔毛的品质 据说要具备尖、近、远、近四种特性 也就是说 笔间要尖不要整齐 笔毛的上部用绳子绑好 要远 用久的也应有力度 画完一笔后 笔毛要能重新直立起来 裸垫是将贝壳切成各种图案的薄片 并将它们贴在物体上的工作 裸垫将是韩国民族的传统工艺技术 并得到了当今最火域的传承 红染像是指用红花制作的红色 来染色的技术或降临 红染是一种用天然材料制成的 优雅的色彩艺术 特别是红色中最深的大红色 要反复染八次以上才能染出 是王室主要使用的最高贵的颜色 石匠是指雕刻石雕的匠人 主要作品是寺庙、宫殿里的佛像、石塔和石桥等 从三国时代到现在 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石雕文化遗产 可见韩国的石雕制作技术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漆匠是指这座漆器的技术或匠人 漆区是指在木器上 足有从漆术中提取的木叶的容器 除漆越久 就会越硬 并有防潮、防虫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